是的 是的 OK 连线采访准备就绪 让我们连线 重庆狼队 黎罗你好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狼队的黎罗 有想到今天这场比武 会是这样的一个对抗的局面吗 有想过 有想过 因为今天在阵容方面 可能我们都会拿前期 比较真具主动的会比较多吧 是 那其实第一局一上来 你算是做了一个套路 我想知道 这是自然产生的 还是有意为之呢 其实我们研究过吧 小明罗虽然说是 可以说是版本答案了 但是 想要跟他对抗的话 还是要想办法 不能一味的去逃避 对吧 打不过我就把他搬了 OK 同样是莫子首约 我觉得还是 之前你们的老味道 我想问一下 因为今天其实有一个 贯穿我们一整天的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金蝉和活舞的 一个康特关系 同样其实你在第一局 也利用到了这样一个逻辑 做了一个反counter 我想知道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队伍关系 是怎么样 可以分解一下吗 其实我觉得 金蝉 一对一的话 是克制到活舞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 强调阵容的整体性 对 当我们的阵容 比如说手特别长的时候 对吧 可能这个活舞拿出来 可能就是骗对手 出一个金蝉 从而造成对方 手短的一个局面 对 就是形成一个反制 所以说我说这一点的话 是 也是我们队员做的比较好吧 是可以很好的成功 执行到这个套路 是非常的不容易 最后一个问题是 你感觉今天 失利的原因会是什么 可能我阵容上 再拿容处力再高一点的吧 我再加强加强 没有关系 李洛 我相信你可以迅速 调整好狼队的状态 感谢你的分享 拜拜 好 谢谢 这个我觉得相信大家听完这个 就起码狼队在金蝉上是有说法的 毕竟这个英雄的首秀 包括这个英雄的首胜 都是他拿的 是 就他分享的这个逻辑 我相信也是张凯的逻辑 就是这个点我觉得是无限接近的 但是他后面那段话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关于队内选手的一个执行力 能否足以撑起这套逻辑 对 包括教练在阵容的选择 不要只盯着一对一 实际上我觉得职业比赛上 实际上真的就是五对五 包括团队上的一个磨合 这些东西 包括你前中后期怎么度过 这个都是大家要想的 不能说是一概的去做一个结果论 是的 就是如果说 大家会觉得经常打火舞 经常的胜率偏多 其实我们更加需要注意的是 局内当时发生了什么 或者环境是怎么样的 包括像李洛有分享到 其实他是做一个反counter之后 一个套路就直接过去了 其实也是为了针对对方的明信 加孙上香的这样一套体系 是的 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吸取的 当然他后面说的 拿容错率偏高的阵容 这一句话我是不太相信的 因为我觉得临近季后赛 对于狼队和对于小胖 之前的那种风格 就他产生出来的那些 产生出来的观点 我会觉得他们会再不断地 加强自己的一个其容器进行 我觉得今天的一个尝试的话 对于一斯大跟狼队在后续 季后赛的一个碰面 可能会出现的季后赛碰面 严谨一点 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季后赛碰面的话 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你像最后一盘 说白了 我把乔夫放给你 我就是要拿关于打 说白了就是 到底狼队的阵容做到多强 然后给到一斯大多大的 一个容错率的阵容 他能把野区反到 而且反到死 这个就是他们要去考虑的一个点了 他可能说下次就 我不放给你大桥阵容 但我还选一个前级强势 我可能这把就赢了 优化进攻细节 和阵容上的 就像黎洛说的容错率 是 对 这个点是非常的关键的 OK那么连线采访准备就绪 饶命通连线 武汉一斯大Pro 秦荣你好 我给大家打个交互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武汉一斯大Pro 秦荣 现在先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当兄在语音当中听到一段 就是好像 叽里刮啦叽里刮 然后干他们好吗 我想知道那句话是谁说的 我也忘了 你也忘了 对 OK 那那个好巴是谁说的 你还记得吗 这个我都没啥印象了 但是感觉当时那句话 说出了你们当时的心声 对不对 反正就是不能从这吧 大家都觉得 可能局内打得太从了 是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可能也因为第一局 被对方压制的还有关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一局 其实第一局当时对方选出了 算是counter到你们一个小套路的一个阵容吗 当时你们那局在局内是一个怎样的感受 今天的话就打得很憋屈吧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所以才在第二局来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爆发 这个是什么 你感觉这是第一局的一个导火索 然后引爆了后续的一个状态 还是说今天你们本来就准备这么做 也不是吧 主要是我们今天状态都比较好吧 我觉得 是 同样的 刚刚同样问李洛的问题 也问到你 就是你对于经常活武的这样一个队位关系 清荣你是怎么理解的 毕竟你的活武是非常强力的一个存在 其实怎么说呢 经常打活武的话 其实都能打吧 但是活武会比较难发挥 是 需要找到更好的一个开团机会 那我想问一下 今天Estar的一个状态 对于你来讲 对于你们来讲 算不算提前进入到季后赛 那种火热状态一个预告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相信对手和你们的战绩 会给到你们更好的答案 感谢清荣的分享 继续加油 拜拜 好 拜拜 他今天不太一样 他今天感觉很开心 他不太一样 因为他今天确实你能从他 后面两盘比赛的那个感觉 那个活武和王高军 这个状态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他赛后采访一上来 就是给大家打招呼的时候 哇 那个神采飞扬的状态 而且他的那个音调是非常高的 然后感觉信心 全部占据了 就是充满了他的身体 有一种能量要爆发的感觉 是的 非常有元气 因为以前看过清荣一些相关的片段 就知道他是一个 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选手 对吧 然后今天看他这个赛后采访的状态 我感觉很明显的 他在对于自己最近 也不单单是 肯定不单单是今天这一场比赛 肯定对于自己最近训练赛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某些地方 觉得很满意 对 感觉好像突破了一样 就那种感觉 是 就当你好像升级了 你是不是很开心 就是有一种净化水晶 穿在身上源源不断升级 然后源源不断保持 你自己的一个状态的这个感觉 对的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什么 就团队信心力量的一种回馈 就当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赢下了一场BO5 而且我觉得这个对手对于他们来说 有一种宿命感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这种信心的充盈是截然不同的 是 就也可以问一下这个清荣 就是比较了解清荣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感受一下 今天的清荣 是不是跟以往的清荣都不太一样 这种感受应该蛮强烈的 跟我在镜头前看过的清荣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就是平时的清荣可能会有点腼腆对吧 对 然后话其实也不是很多 但今天好像就首先表达欲望很强 然后真的脸上的那个笑容 还有整个套路出来的那种气息 真的能透过屏幕传递给我 通过声音可以给我一种 他们锋芒毕露的感觉 是 真的 OK 今天三场比赛 第一局微博3比2战胜了KST 第二场比赛TTG 3比1战胜了GK 第三场比赛一斯大三比1战胜了重庆狼队 整体来讲比赛打得是相当胶着的 非常非常的激烈 而且今天的惊喜跟惊吓真的源源不断 同样也是要再次恭喜到这个北京微博 提前锁定到这个圣灾组 还有暖洋 霸网了 是 是 你会发现一点吗 就是北京微博 今天又是一场就真的 真的不知奇迹 再次感叹 当然前两局的那个状态 由衷地希望他们不要再出现了 对 临近季后赛真的吃不消啊 是的 来看目前S组 现在北京微博就是3-1 G3分已经是提前进入了一个胜者组 二广的TG是凭借第二场非常精彩的发挥 是把自己从这个 就是比较难受的一个位置是往前打到打 这样的话他们的一个积分不会变得非常的尴尬 而且是依然是保有冲击胜者组的一个机会的 对 而且不代表北京微博提前锁定这个胜者组也不代表最终 他的S组的排名是这个 对 而KSG的话虽然两场全输了 但我们看他还有三场的机会 他的小分 实际上他只丢了两个小场而已 真的打得都很胶着 是 实力很在线 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于KSG来讲 就是要保证住现在的自信心 不管是在S级进入到这个季后赛 不管是胜者组也好 还是败者组第二轮 对于他们来说 保证那个信心有很多东西 奇迹是可以创造的 对 A组 SYG是只丢了一个小场 在这个A组独占auto Hero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势头 SYG和Hero还是已经稳了 现在WE AG还有厦门VG这里的话不好说 尤其是VG他上一场展现出的round台 我相信后面所有跟他交手的队伍都要小心 而上海EDGM现在在A组也是未尝一个大场的胜利 真的非常的困难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绝地反击 OK 下周的比赛 第一场XYG对准WE 第二场E-Star对准苏州KSG KSG又难了 KSG我说真的 KSG继续保持 虽然说不是很那个什么 但是我说真的跟E-Star打满 真的他实力真的很强 尤其今天E-Star 他还能跟E-Star打满的话 真的 我觉得他GV赛是非常非常有机会发挥的 我前面接这个清荣的话的时候 就是清荣说他自己不知道 是不是提前进入到GV赛状态 我说这个要看你的对手给你的回馈 就是因为下一周是最后一周的一个冲击季后赛名额的机会了 对所以我觉得临近季后赛所有队伍 所有在现在还有希望的队伍 甚至可能没有希望的队伍 都要火力全开了 尽可能在这个赛季的这个常卫赛末尾阶段 展现你们自己全部的力量 OK 本周的比赛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未来电竞起点 这就王姐表现 感谢官方比赛用机 爱故事越想操控开启电竞新体验 感谢喜护界的王者品牌青羊 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青羊为每位峡谷勇士增添静爽buff 静爽领头 无谓向前 B站王者荣耀栏目 国父垂直叶 刺痛与小异绝活对决 圣方全军出击面板亲笔提词 拜访拍摄麻辣整活广告 竟在B站上期大众官号 更有签名奖品 等着你 喝东鹏特饮 加个能量buff Carry全场 无人难挡 累了困了 喝东鹏特饮 装备刷新战无不慎 神装卡王Carry全场 扫描2A码 申请交通银行K票主题信用卡 必备神装随心买 下面这免费福利 我不允许你错过 上拼多多搜索荣耀福利 800万份游戏福利免费抽 英雄皮肤游戏道具 应有尽有 福利直接送至王者荣耀邮箱 快下载拼多多 搜索荣耀福利吧 感谢官方协夫合作伙伴Puma 请礼支持 出装标配 超微神开黑 神赖卫营 实战休不停 豪力已就位 前往万豪理想家 微信公众号或微信搜一搜 点击菜单栏 理想荣耀加入会员 即可畅想全球30个酒店品牌 超8金加9点 兵分礼遇 各有机会赢取荣耀水晶豪力 加十多几户 极尽非凡 激发高昂表现 咱们赛后还有粉丝代表队 请求出战 快去TT语音官博 看谁家粉丝能Carry全场 为自家战队找回厂赞 微信搜一搜网卡助手 免费领取赛事官方团战卡 更多福利等着你 感谢行业合作伙伴高通骁龙 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选骁龙痛快赢 看直播发弹幕 为喜爱的战队加油助威 各位招式什么可以登录 我爱直播快手 腾讯视频 腾讯宝 逼逼逼 斗鱼直播 观看全部比赛 打开电视大屏 看清团战的每一个细节 欢迎登录 Double电竞极光TV 拜拜